謝謝主席喔 是不是可以麻煩有請記轉處楊處長 方委員您好 楊處長您好 就是翁院長的案子進入了司法檢調的程序 那我相信我們大家都尊重司法檢調最後調查的結果 但是有一個側面是我非常關心的 就是眾議院裡面有關於在整個記轉規範上面的改革 那因為裡面我看了按照我對眾議院裡面組織分工的認識 應該是您對於這個事情最清楚 所以我就救教您 那如果說 等一下 中原院其他的同仁 有進一步要上來協助楊處長的部分 也沒有關係 都可以隨時上來 我看到一篇自由時報的報導 說在4月15號的時候 說中原院制裁記轉處 針對外界所關心利益衝突迴避的問題 做出了解釋 那當然這個是你分別針對那個院長他這一次 兩次的記轉 在時間點上面跟法規適用 沒有溯及既往的部分做出解釋 但是我現在比較關心的是下面的部分 你說 當事人在執行記轉的過程中 為與受移轉公司發生利益衝突 就不必揭露 請問這個媒體的報導是不是你的原意 如果不是的話 這邊要不要先澄清一下 報告委員 我想這一段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邏輯論述 那個東西是從我們的規定 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一直講下來 你現在跟大家講你的邏輯是什麼 我還想說如果是要很完整的說明 這可能要 因為我們當初也是花了大概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但是我想我現在可以用很簡短的話來說明 那能不能麻煩你大概給我一分鐘 我把資料找出來 你慢慢找啦 然後我順便跟你講 我為什麼會這麼介意這件事情 因為作為一個念法律的人 看到這樣子的說明 我覺得非常的驚恐 為什麼我會說我非常的驚恐 我們在利益迴避規範上面 基本上是只要利害關係人 有利害關係就要揭露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揭露了以後 有沒有利害衝突 要有一個獨立的組織體去判斷 那應該就是我們的利益迴避 的那個委員會 那我現在看不出來的是說 為什麼在第一階段的時候 不是有利害關係就要揭露 而是要判定有利害關係衝突才要揭露 這個違反了所有在相關利害關係 關係迴避揭露法規的整個法律規範的設計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現在要關心的 不是只有說 翁院長他自己個人的個案 成如我所說的 這個進入司法程序了 怎麼尊重司法檢調的調查 但是中原院現在真的是按照這一套規則在運作嗎 是要判定有利害關係衝突才要揭露 還是只要有利害關係就要揭露 揭露完了以後 是不是有衝突 由相關的委員會去做認定 報告黃委員 那其實這件事情呢 我也以這個中央研究院制裁計轉處 我們就是業務承辦單位的主管 那來回答您這個話 我最重要的 我還是非常非常的在乎說 我們在我們這個工作 一切都必須要按照法規跟契約 法規跟契約是 我一切思考的邏輯的重點 那我可以用一句話來說明 當初我有特別去調了我們的案子 那我們翁院長在田的利益揭露表上面 他的聲明是這樣子 在我們的利益揭露表上面呢 他是直接就說 當事人應向本院研究成果管理委員會 揭露本人或關係人 可能自業者及其相關的實體 直接或間接獲取財產上利益 及非財產上利益 也就是說我們的利益揭露表上面 寫的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的上面就寫得非常的明白 是必須要自業者來取得 也是因為這個事情 我們才回去看後面的那些規定 但是不管怎麼樣 簽名的地方 簽名的地方 我要特別 我現在還沒有跟你到那個表的部分 剛剛我所講的那個原則 也就是有利害關係就要揭露 有沒有衝突是有個獨立的組織體來判斷 我剛剛所講的一般在法律設計利害關係揭露的時候 規範的狀況是這個樣子 中原院目前的規範 中原院科技移轉利益衝突回避處理原則 的這個原則 跟我講的那個規範架構是一樣還是不一樣 報告委員 我們在這個地方我們有兩個依據 一個是處理原則 那處理原則的解釋 我想這個後面有它一整套邏輯 但是以我 我必須要再強調一次 以我業務承辦單位的主管 我們是只認定 我只認定簽名的地方 它聲明的事項是什麼 沒有 你還是沒有按照 沒有針對我剛剛的問題回答 剛剛我講的那個原則有那麼複雜嗎 報告委員 我想這個處理原則 這邊我們是要請我們的法律 或者是我們的諮詢專家 還有我們外議員 專業院負責主管法律的人是誰 不好意思 不要耗費太多時間 因為這件事情太重要了 這個事情沒有釐清的話 你們今天犯的錯誤 以後會繼續再犯下去 黃委員 我是梁啟民 那個以前在弄那個 這個設計這個利益衝突迴避的時候 我有參與做委員 但是我現在沒有任何的職務 我向委員說明一下 那個時候我們在設計這個的基本精神 那個時候就是說 比方說我們有做計轉 有拿到股票的時候 那這個利益可以不要認為是一個利益的衝突 OK 先停一下 也就是說 有沒有利害關係是一回事 有的利害關係以後 有沒有利害衝突是另外一回事 剛我跟你講的 是在利害關係衝突揭露的法治當中 非常非常基本的原則 但是我現在看了計轉處的處長 他的發言 我有一點在擔心 中央院現在運作的原則是不是 自己認為有利害衝突在揭露 沒有認為沒有利害衝突就不用揭露 是還是不是 如果我們本來的設計的是說 如果有中央研究院不知道的 比方說我們以前有做過計轉有股票 那些你可以不要揭露 因為中央研究院已經曉得了 所以那個時候的基本精神是這樣 你們兩個從上來到現在 沒有一個人回答 我剛剛那個問題沒有關係 我們下次可以再問 那下一次你們可能回去的時候 跟法律所的同仁商量好 看我剛剛講的那個是不是對的 然後去問所長也可以 去問中研院內部的人也可以 那個院長你先休息沒有關係 你今天沾一天累了 但是我這件事情我一定要搞清楚 第二個 那個主席可以再給我30秒好嗎 太好了 你們現在剛剛處長在講的 就是大家在爭議的 2013年的這一個函的填表說明 你在告訴記者說 落列子女的部分是基層法務人員的行政書師 是 這個是你說的嘛 是 好 我越看這個內容啊 我越覺得糊塗啊 因為 我不知道說 當初為什麼會寫那個東西上去啊 所以我做了一個表 您看一下 落列的 黃色的部分 是有在那個表上面寫的 我現在標的藍色的部分 是沒有在那個表上面所列出來的 我現在一個很直接的問題是 當初列出來的這個 到底是立士還是列舉 你的認知是什麼 列舉 你的認知是列舉好 當初基層法務人員把這個表 簽上去的時候 他的直屬長官是誰 報告委那個時候 是我在當公共事務組的主任 好 我先問一下喔 他把函簽上去的時候 他的直屬長官 我現在只問兩個問題喔 你們兩位 在簽上去的公文上 有沒有蓋章 我有蓋章 楊處長呢 他那個時候還沒來 所以你那個時候沒有蓋章 是嗎 沒有 你沒有就跟我講沒有啦 我只需要有一個肯定的答案 所以當初他們公文層層上去的時候 你們現在是推給基層法務人員 不好意思喔 這件事情我很難接受 上面每一個人都蓋章了 結果現在出了問題 你說這個是列舉不是立士 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那個基層的法務人員 上面剛剛梁處長說 你有蓋章了嗎 現在時間到了齁 我上一次在這邊質詢的時候 我有要求中原院說 針對這個副表 透過什麼處理機制 到底哪些人看過 什麼決定機制產出來的 請你們提供相關的文件給我 但是我到今天都還沒收到 所以是不是請你們再會後補 好的 沒關係 你們就把那個委員要的資料 就趕快及時補上好不好 好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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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